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所谓岛撞的 一个所谓反转 那我昨天也邀请大家去收看 10点钟的一个所谓前线百分百的一个所谓节目 那基本上如果说你看到那些投股老师 所跟你讲的红海 或甚至于我在前线百分之百里面所描述的红海 今天你又得到一个所谓完整的答案了 那我们先不管这件事情 我先问大家一件事情 今天不管台北股市到底是开高走低 或是开低走高 你今天有没有办法去赚到那一个钱 那才是你今天看节目的一个所谓真谛 来我快速回顾哦 那么在礼拜一也就昨天的时候 在9点50分 我也基础跟我的会员预告 主力心态是个标标准准的多 那你们的LINE AT 我在9点53分 我还文图并茂告诉你 这边在走一个所谓嘎工的味道 昨天对不对 就昨天从9点50分一口气往上拉了将近有50点 好那看一下今天哦 那么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讲坦白今天台北股市是应该要放空 为什么因为今天开盘的时候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准的空 你们LINE AT我有跟你们讲哦 可是问题啊 基本上现在难就难再说 等你真正看到这个机会 等你call in call出去的时候 你很容易就空在一个所谓相对的一个所谓低点 可是你借由一个所谓事前的规划 借由一个所谓空间理论 恭喜我的会员 今天我一样掌握25点的一个所谓波动 我们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怎么做到的呢很简单看清楚哦 我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也清楚跟你预告 我说今天台北股市最好开地 这昨天讲的没错对不对 我说今天早上你会先看到多方时间 再看到一个标标准准的一个所谓空方的时间 还记不记得 这是昨天我所跟大家做的一个所谓报告 我请问各位 我在节目当中 我有沒有教育过大家 如果我教育的东西你听不懂 我麻烦你无论如何 一定要把我们的课程给带回去 我说多方时间两条路可以走 他不是上下震荡盘整 就是一个所谓上涨 那我请问大家 今天早上的时候 他是用垂直的击杀 老师啊不准啊 多方时间再杀 那是在做盘整好不好 那为什么弹起来要跑 麻烦大家把我的课程再拿出来念一遍 我的课程里面有教你时间的规划 我的课程里面也有教过你 多盘中多空的一个所谓 转换的一个所谓技巧 我请问大家你每天看我的一个节目 你除了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所谓的获利的 一个所谓契机之外 更重要的一个所谓重点 你有没有发现我的节目跟一般投顾老师 完完全全不一样 好就好像我稍微猜一下模拟一下 因为相信我 我不可能去看任何的一个所谓投顾节目 那我也欢迎我也希望所有的投顾老师 你们要想尽办法成长 不要跟老鼠一模一样 每天就只会从我YouTube里面去看节目 很抱歉 如果我点到你 你真的是老鼠啊 你本来就是要想办法去成长嘛 叫一下我模拟一下啦 昨天台北股市一根跳空网上的一个所谓红K棒 大家会告诉你 不排除会网上会来到一个所谓技巧的夜水支撑 结果呢 今天跌下去说 不排除会往下再一次测一下10300的支撑 那有奖跟没奖一模一样 那为什么那么多不排除因为很简单 他们不知道主力做什么操作 还是降格在价格的观念 包括周线月线关架 包括个多宏主义心态 而且相信我 我应该是全投顾 唯一能拿出完完整整的操作逻辑 还有操作的一个所谓证据 什么叫逻辑快速回顾 上个礼拜我跟你预告周线它是绿灯 可是日线它是个标标准准的红灯 结果预告完之后 上个礼拜一 有没有因为日线红灯往上跳空开高 跳空开高 有没有因为周线绿灯垂直往下做一个所谓击杀 可是问题你只要懂得一个所谓空间的一个所谓理论 它是不是在刚刚好我们所规划的644 还有566做一个所谓区间的一个所谓震荡 一天过去 礼拜一的时候跟你预告周线它是个标标准准的绿灯 所以说你只能利用击杀 又在我们这个区间里面上下做一个所谓震荡 我们要掌握的一个所谓机会 红样的 今天也是一模一样啊 我没有做到事前规划 你只要看两件事就好了 这个昨天有很多人打电话进来索取 我坦白的 我有写跟没写 我不知道对你的感觉是什么 好我们就来看一个公开资讯好了 这是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你所看到的一个所谓前线百分百 在当时我有沒有预告支撑是落在10410 有吧 有没有看得很清楚很明白 那同样 同样的如果你回过来直接看盘前稿 在今天开盘前 我有没有预告第一道空方防守架落在498 那为什么498 为什么498 盘前稿盘前稿不是用电脑打的 如果说你所看到是电脑版本 那绝对不是我写的 因为我的名气太大了 有很多人 想利用我的名气去达到他想要出货的一个所谓目的 那为什么498 所以说你们要看清楚 我的字就是这么样的丑 因为很简单 498 它是个标标准准的一个所谓 月线的一个所谓关键架 来导播放到这个区块 那为什么杀到这一个点会反弹 这四颗星星 这四颗星星不是事后打的 等同于他今天怎么走 开盘在这个区块 然后往下杀到437 再弹起来之后 用破437 来到下面这个区间 那我请问各位 你上过我的课程会不会算 所以说你们不要告诉我没有行情 没有成交量没有行情 我在节目当中 我有跟你讲过成交量吗 我是希望说 没有成交量的时候 你们是你们练兵的一个所谓好机会 可是问题很多跟我讲说老师 可是问题我盘中真的很满 我收完盘也很满 我要陪我的父母 我要陪我的小孩读书很好 那我建议大家 想尽办法去下载我们的软体 为什么你是需要在第一时间 拥有主力心态 因为现在主力作手 哪一次是真的 哪一次是假的 你根本永远都不知道 因为他知道你们懂KD 他知道你们懂形态学 他知道你们懂不让理论 就像我举例 上礼拜三 上礼拜三 还记得 上礼拜三 这一根 礼拜大家跟你讲说 季线有手 打到季线都不会破 季线半年线随便 打到这样白色线都不会破 只有礼拜三 他就做一个WD给你看 做个WD给你看 那问题重点 那为什么礼拜三会杀出 这一根超级无敌长AK棒 因为很简单 我当时在你们LINE8 也跟你们预告 主力心态是个标标准准的空 而且旁边的时间 你都看得非常非常的 一个所谓仔细 我在11点20分的一个 非凡的连线 也一样预告主力心态空 甚至你下载手机版 都是一模一样 你只要有手机 你的手机只要能跟人家LINE 你就符合去下载我们的软体 下载软体有这么样复杂 有这么困难吗 你只要一个APP 一个动作 你就可以下载了 就看你要不去执行 这样的一个所谓动作而已 那结果呢 结果呢 那礼拜三 礼拜三 有没有完全如我们的预期 杀一根长AK棒 再一遍 侯耀的今天在9点37分 为什么你第一时间 要有主意下来 这是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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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点37分 我有没有预告主力心态是个标标准准的空 这是为什么今天 又一个黑贴棒最主要的原因 当然啦 全方位360 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 我们除了让你在第一时间 拥有主力心态之外 我也希望说 你能够学习主力做手钓鱼技巧 为什么要学习主力做手钓鱼技巧 因为很简单 大部分的节目 就只是收完盘的时候 反正拉起完 拉尾盘 跟你讲买最低 跌下来跟你讲 早上放空在最高 你空听我看啊 早上直接垂直 往下急 要怎么空 怎么空 怎么空 那我的做法很简单 你今天 你除了要拥有主力心态 第一时间 你至少不会做错方向 第二更重要重点 你要学习主力做手钓鱼技巧 做到one step ahead 绝对不是像头裤老师一模一样 每天就只会看图说故事 还要讲吗 上礼拜三跟你预告礼拜四跳水吧 为什么跳水 因为收盘小鱼 一个所谓关键价 对不对 就礼拜四 先往下急杀 主力心态是先多 所以说这一段 又涨的将近有50点 没错吧 所以你又很轻松 看到了一个所谓对账单 弘扬礼拜五的时候 往下做一个所谓急杀 是不是刚刚好又来到了 一个所谓多方的 一个所谓防守价 所以说你又看到了 一个所谓对账单 让个礼拜五跟你预告周线 它是个标标准准的绿灯 结果呢 礼拜一往上跳空开通 也就是昨天 借由主力心态 从主力心态游空转多 是不是又轻松的掌握财物 弘扬今天也都是 完完全全都是一模一样 这是为什么 你要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成长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好 那么 接下来这个行情到底该怎么看 其实有一点小麻烦 来再看一遍 这是11点21分 因为今天我在几点几分 来来 我LINE S跑到哪去 今天我在大概9点多 就跟你们预告主力心态空 那11点21分 我们在非凡的一个所谓连线 我一样照相给他们看 昨天主力心态 它是个标标准准的多 可是今天跳过开高 你把它对下来 主力心态是个标标准准的空 所以说我给非凡第一个结论 我说外资 它会持续站在一个所谓卖方 那么卖 有它卖的一个所谓逻辑 可是老师啊 今天台北股市 哇拉尾盘 拉得好漂亮哦 然后呢 追 追就等着明天跳水了 拉尾盘 拉得不够漂亮 它有没有拉过日线的关键价 没有的 不过哦 越关键价你知道吗 越关键价在498 你现在知道了哦 说关键价 还有明天第一段会看到空方时间 第二段会看到多方时间 所以说明天最好跳水 可是如果我是主力作手 我会怎么玩你知道吗 跳水完之后 在那边上下格格格 因为你今天尾盘跑去追多嘛 那格格格完之后 它只要一杀 那一刀全就中计了 全部中奖 然后你就会把多单停水 反手放空 相信我 你会空在地板 我明天会拿证据给你看 所以说你要怎么样避免这样的汗事发生呢 很简单 第一件事情 你要在开盘之前 就懂得主力作手 它的一个所谓价位的一个所谓设计 那要怎么样知道主力作手价位设计呢 我也跟大家报告过了 因为我们公司想说 现在呢 距离农历风关 也剩下一两个月时间 而且也要Christmas 大家要买礼物 它为了优惠你们 优惠 造福你们 现在你可以 你可以去下载我们的一个所谓的盘前稿 要准备下载 基本上我们是借由Gmail 可是如果你不懂什么是Gmail 也没有关系 可是你至少你要有一个所谓的Line的ID 如果你是说你老师我连Line都没在用 Gmail我也不知道 那很抱歉我就没有办法帮你了 因为如果你没有Line的情况 代表你不根本不符合不Qualify 属于我们Line 8里面一个重要成员一份子 尤其如果说你是Line 8的见证者 你得到完整的一个所谓验证 广告中电话你把它拨通 来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说过了啦 你们看Line 来导播需要你放大一下 看Line 要看那个老师 敢不敢在里面给大家看时间 来这很重要 很重要 来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没错吧 今天早上9点37分 你们Line 8跟你们预告主力心态 它是空 还没什么了不起 来来来来 来看盘前稿 盘前稿一进到底 一进到底 我也不要转弯了 我直接放大 有没有跟你预告 压力在498 有没有跟你预告支撑在400 有没有 都是事前去跟你做预告的 这是Line 8它里面的一个所谓重要性 所以说不管你是要下载我们的一个所谓盘前稿 或是你想知道我们Line 8 ID 再来一遍 小朋友们不要问这么可爱的问题 今天95%的人负责书 然后每一个人每天都请你赶快加入Line 8 5%就只有我是负责赢 所以说你想知道Line 8 ID 我们也有做一个所谓资格的审核 因为有很多投顾老师 他想要加入 可是那是不被允许的 因为我是相信一件事情 你今天见人上节目 你要想尽办法自己成长 好不好 不要老是偷人家东西 又不小偷 你了解我意思吧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你想了解我们盘前稿的资讯 想知道Line 8 ID 广告中的电话把它拨通 红核的股票 我们就跳快一点 为什么你要懂得 如果去计算一个所谓主力心态 今天台北股市的操作 老师现在没有行情 对 现在没有行情 那我请问各位 有行情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有行情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不敢买吗 不相信吗 我要举例多少次 我每次一直用合金当做 一个所谓举例的 一个所谓例子 当时合金在这边跟你预告 你敢买吗 你敢买吗 结果这边你很敢放空 因为军线盖导板压 这边军线盖导板压继续放空 结果一路被尬到外太空 你知道吗 如果说你做错边 现在台北股市涨跌不是趴 你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你会断头断头断头 那我做法很简单 只要让我逮到机会 我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我请问各位 一档合金我讲多久 一档细经元我讲多久 讲多久不是重点 那问题重点 我当时股票没有遮我 报给你 你敢买吗 好了好了 合金啊 合金没听过没听过没听过 你看我们连续加码买进 跳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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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13只涨停板 好13只涨停板没错吧 13只涨停板 到11月17号还在加码买进 11月21号还在买 总共13只涨停板 不换加码单 我用244的经典 当时报给你 连续加码买进的动作 就经典呢 也是涨了8只涨停板 所以包括3374的金材 也都是一模一样 金材在63.3加码买进 现在给你预告 11月6给你预告 买金材就对 老师啊 砂尾盘不能买 结果呢 金材有从6字头 涨到百字头 有吧 有吧 63 甚至于789 还在做码买进的一个动作 3026的合身堂 也就是一模一样 四只涨停板 再从合身堂延伸到什么 延伸到什么 3698的一个龙达 三只涨停板 再从龙达延伸到哪里 延伸到8086的一个 所谓红杰科 你都可以看重播带 也是两只涨停板 好啊 你问我说老师啊 那为什么要空 基本上 我今天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为了让会员赚钱 因为赚钱之后 他们会跟着其他会员 不断的行善布施 去帮助到那一些 需要被帮助的人 帮自己种福田 更重要重点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善举 主力作手 他都完完全全看在眼里 那我请问各位 主力作手 来啊 我们举例嘛 你到券商到浩子去问 有在行善布施的啦 有超过5% 每一个都怪东怪西 怪政府 哎呦 政府怎样 政府不互盘 八大官府不互盘 国安基金不互盘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今天 在这一个市场里面 讲坦白你是在赌博 因为你不懂得计算多空防守价 我定义你是在赌博 你不懂得计算主力心态 追高杀低 你本来赌博 你本来赌博 你有帮助过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吗 所以说宏杰哥 那时候我跟你做过 我跟你报告过了 谈起来 上个礼拜谈起来 放空 跌下来 跌下来回补 Light 8里面都有跟大家报告 又凑出了一支跌停板 对不对 这些股票我完全都没有遮 这是为什么 你要把我们课程带回去 最主要原因 那为什么 我都敢讲在前面 因为我希望说 你先验证 验证之后你选对专业 选对专业之后 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行善不思 从合金的十三支 金电的八支 金财的七支 合金的五支 乃至于龙达 红杰科 甚至于空方的 一角悬标的 主力心态空的标的 昨天不是大家跟你讲说 2317的红海岛状返船 好岛哦 为什么 我在11月9号 导播你知道11月9号在哪里吗 7月9号在这边 这附近 这7号9号 跟你预告主力心态空 红海快跌了 三支跌停板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甚至于连多空防守价 我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预告 还没完 2337的旺宏 昨天要买旺宏买不到 买不到 老师啊 主力心态空击杀你再买 当然我是利用击杀 就如同今天不是一模一样吗 今天一开盘主力心态空 可是他击杀刚好杀到我们的 一个所谓多空关键价 就这么样简单 操作没有这么样的难 刘 再来一桗 好 再来一桶再 这是昨天 昨天叫12月11号 跟你预告4911的重答 而且这个叫做股票没有遮 而且连多空防守价都在节目当中 事前就跟你讲 你敢做吗 那是因为 不要说你专业不够 我讲坦白的 这种多空防水要主力心态 我说真的 两个都要具备 投雇我找不到第二个人 空间里的也许有些老师会算 可是他不会使用 可是主力心态的计算模式 相信我 两个集合在一起 相信我全投雇 没有一个人会 因为全投雇还在旧的框架 每天就要上电视去表演 每天每一只掌停板 都是他的 跌下来的时候 来来4991 早上来 然后就跟你讲说买这边 跌下来跟你讲说卖这边 那叫证据吗 来看证据 昨天跟你规划就规划好了 导播又画圈了 8点51分 开盘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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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年我出一半 88加码一笔 我知道哪边会先来吗 我不知道 因为可是我做好规划 我昨天给你看的时候 这边多方防守价 88块钱 我笑他不敢来 88.2 说盘说91 又一直涨不难 会难吗 所以说强化你的专业知识 强化你的专业技巧 你才有赚钱的机会 我也希望说 你看我的节目 真的 如果说你有赚到合金 赚到精彩 赚到金电的钱 赚到8086红杰哥的钱 你要懂得一个所谓行善 一个所谓不失 去帮助到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 从罗慧夫来到宏道 再从宏道来到伊甸 再从伊甸来到安德烈 食物银行 感谢你们的一个所谓爱心捐款 真的就是因为有你们 所以说 我还是老话一句 做好极细部的一个所谓规划 不知道该怎么规划 现在有非常好的一个所谓消息 我们老板冯心来了 你可以直接去下载我们的一个所谓盘间稿 要怎么下载广告中的电话 包括APP要怎么下载 电脑板要怎么下载 广告中的电话 你把它拨通 那同样的 如果说你想持续做验证 我刚刚都一劲到底 你想知道我们LINE AT的ID 在第一时间知道人家主力 做手最及时的方向 也一并逆逃跑时间 拨通电话键就完整下载 那至于下一节 很简单 很简单 你认为我会讲哪一档股票 3377精彩 来来来来 如果 今天是礼拜二 如果礼拜五跟你讲精彩 今天不敢跟你讲精彩的 那种节目就不用再看了 真的啦 真的 这档股票到底该怎么看 均线该怎么反发 先休息带马回来 刚刚广告休息的时候 我朋友LINE我 他说从下午看头顾节目 每一个头顾老师 今天全部都在解 4725性昌画 好 如果明天一根黑肩帽下去 大家不解了 那基本上 相信我 你今天赚钱 你要懂得一个所谓的focus 我请问各位 这旁边这两个族群 包括矽精元 包括3D感测 尤其矽精元 这一个所谓区块 全头顾 没有一个老师 能从9月1号 讲到现在 还在跟你讲矽精元 那为什么我们做到呢 因为很简单 我们知道主力作手 针对这些股票 他到底是在做多还是放空 这是为什么 我邀请大家去下载我们的软体 或是你要下载我们的盘前稿 盘前稿的下载只有10个名额 我不是那一种特别的大善人 我们是以照顾会员为目的 可是上面竟然来了一个所谓公文 请我呢 让大家去下载我们 不管包括盘前稿 不管包括LINE8的ID 所以你想要知道 就只有10个名额 10个名额 额满 你又错失了今天非常好的 一个所谓赚钱机会 那当然你下载我们软体之后 第一个 你可以掌握这些连续性的 一个所谓绩效 更重要 你也可以检视你手中持股 你可以避开这些月线绿灯 外加主力心态空的 所以11月23号 还在跟你预告一次 就旺宏先送你三支跌停板 甚至你仔细看一下 为什么昨天我上前线百分百 我说2317红海还是不能买 因为很简单嘛 人家有放人吗 人家有放人吗 人家主力心态是个标标准准绿油油 11月30号 我还跟你预告 除了红海再跟你预告 今天也是月线绿灯主力心态空 没错吧 自己掉什么带 这张表 你要懂得怎么去写 老师今天真的没救了吗 我只知道说我在这天跟你预告 其他我不知道 其他我不知道 我只这样跟你预告 信不信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了 那同样这张股票 不用遮了 这张股票也都一模一样 今天心态第一天有多转空 这张股票很多人有 你手中有的你要小心 那么我们除了给你们主力心态之外 更重要的 我们的软体呢 它也能够在第一时间 给你多空的防守价 就像我昨天所跟大家预告的PA的怀孕 来到多方防守价之前是网上做 一个所谓吉拉 红杨这张股票叫3374的精彩 要车吗 今天有人敢讲精彩吗 上个礼拜 每个人都投我的股票 结果呢 今天精彩这样一根长一K-pop没人敢讲了 那种节目对大家有帮助吗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 没有自信 所以说只能分析4725信脏化 或台尼集团的啦 然后特用化学啦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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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精彩 明天多方防守价落在77.67 空方防守价就是周线关键价或8XX 你要懂得这么样细部的一个所谓规划 你才有可能赚得到钱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 而且非常重要的任务 从今天的一个所谓盘中的一个所谓主力心态 你知道我造福多少人吗 你不是我的会员 我刚给大家看了 好像9点34分 跟你们预告主力心态空 甚至于在12点 我那时候连线的时候 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 那时候台北股市都还没有跌的时候 我就预告主力心态空 就预告完之后 他多杀这一段 多杀这一段 多杀这一段 而这拉起来 尾盘拉起来 如果你没有主力心态 你又跑去做多 就明天又跳水 所以他这样不断的玩你 你没不多钱可以被玩 这是为什么我也在强调 你去下载我们的软体 你去下载我们的一个盘前稿 它的重要性就在这里了 因为明天的时间 它是先空后多 你要留意明天的一个所谓空方 还有多方的机会 要怎么样完整掌握 盘前稿里面都写的巨细语迷 只要一通电话直接下载 只要一通电话 一并把我们的软位带回去 让你了解主力做走 全方位360的神奇秘密 本公司与所推荐 翻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或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独立则